44岁的女星林志玲,17日在台南老家和日本天团放浪兄弟成员Akira举办世纪婚礼,引发各界关注。 不仅媒体大篇幅地报道,婚礼周遭更是被挤得水泄不通。 警方还在现场拉起了封锁线。 Akira风光取回,台湾第一名摩志玲姐姐,荣生国民姐夫。 让外界都十分好奇。Akira到底是如何追悼女神? Akira接受媒体专访时,她也倾接自己的私下真实面。 高EQ让网友直呼真的和志玲姐姐超配。 林志玲6月宣布与Akira闪婚震惊演艺圈。 突如其来的更是这位男性是谁? 自此Akira就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。 Akira日前接受Vogue专访时, 大方揭开自己私下真实面。 她表示自己对工作抱持着游玩及工作。 工作即是游玩的态度。 她会在生活中找到一些与工作的共通点。 并且活用在工作上像是自己心灵的掌控。 优雅的态度还有心态上的调整等等。 敬业的态度以及高EQ。 都让网友大赞志玲姐姐真的嫁对人了。 来自日本团体放浪兄弟的Akira。 不仅拥有帅气的外表。 身材更是相当优秀。 而她也在近年进军好莱坞。 成为知名的亚洲演员。 知名度与林志玲不相上下。 早期她曾在日本节目上分享自己的爱情故事。 还被爆料谈过三段感情都是不好的结局收场。 因为太专情。 反而成为自己的缺点。 事后还有Akira的初恋情人也有在节目上亮相过。 还大赞黑泽良平虽然外形帅气。 但其实是个非常温暖。 善良的男生。 不少人也把她跟林志玲万年绯闻男友严程旭拿来做对比。 大赞Akira比严程旭更勇敢面对爱情。 也认为Akira现在事业正在上攀中。 可以跟林志玲一起赚更多钱。 更直言Akira专情又体贴。 这三点拿出来。 完胜言程旭无误。